来看看国际生对阅读的看法吧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书 后来发现这个是因为我父母的影响 我喜欢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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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欲吃 我感觉欣欲 我喜欢读书 你能够得到一些人所想想的 虽然受到疫情的限制 但是我觉得阅读的习惯还是不能够丢的 所以就算不管是纸质书或者电子书 我觉得都还是要保持这个习惯吧 我觉得这也是疫情带给我最大的影响 在这种疫情期间呢 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个时间不仅仅只是依赖于网课 可以用其他的时间呢 去多参与到一些课外读的一些 就是针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书目来进行阅读 高中的时候读过就是偏向于话剧类的书目 话剧类的文学作品 像莎士比亚啊 《The Death of a Selfman》以及《The Glass Menagerie》 就是我觉得这种话剧类的也是可以很好的去了解 就是作者设定给人物的一些特定情绪或者特定动作 然后从而阐述出就是想表达的核心思想吧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书 它叫做《Harry Potter》 你们可能已经看过电视或读书 但这就是这种令我感兴趣 书名是《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然后作者是David Edmund 然后这本书呢其实是在探讨人类的伦理学 哲学甚至可以应用到社会学科的一些问题上的 with most impressive impression is Test by Thomas Hardy Another book I want to say is very interesting which I'm reading right now is The Road Less Traveled This story is such meaningful and also gives a lot of wisdom in life American 中文名叫美国老 It's called the book team I'm sure a lot of you know are familiar with this book It was adapted to a movie Recently I've read two books The first one is the 14-hour stars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long walk to freedom by Nelson Mandela I prefer reading book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it gives me exposure on what's happen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ntinent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end I recommend Town Taker Riyou and 手紙 and 赤い指 and 虚拙 他也有用心的 我自己也讀了一部書籍 我自己也讀了文字 例如《Red Star of China》 但私是我主要讀文字 我当然讀了很多文字 著名的经历 和社会 他名的鲁忻 不 我真的讀了一部書籍 想更多了 如果想更多了 我最喜欢看电视剧 电视剧 你必须知道更多关系 我们喜欢语言 我们爱语言 但当你试试试试 你感觉到语言 这种语言 比较多的时间 比较多的语言 所以我认为 技能永遠不代替语言 很多医学们也认为 脂肪的改变 在接下来的年代 从一个生理的角度 我一定会说 运动技能 改变的语言 是在未来的高兴 以改变我们的脂肪 和我们的速度 得到短信 用Kindle或者是手机读书的时候 会缺少一些读书的感觉 虽然方便得多 可是我比较喜欢 用真正的书来读 作语言 或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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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读一次 或者语言 是更多的语言 因为你会购买很多 语言 你会购买很多 你会购买很多语言 或者你会购买 一些语言 或者语言 我的语言 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我有很多语言 我会有很多语言 在我的语言 我认为 语言 因为语言 因为语言 不必要买 所以它会购买很多语言 但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语言 我认为 语言 我认为 语言 语言 我认为 语言 我认为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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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